字幕翻譯 早安 大家 我真的需要喝一杯咖啡 相信你們看到視頻的標題呢 大概知道了這一期視頻的主題就是咖啡 那我也很高興阿拉比卡可以邀請我去參加他們的新店開業 我現在準備出門了,那我們到處見 我出門了,你的家乖,知道沒? 掰掰 掰掰 朋友們,我現在剛從深圳的福田出來 然後我現在先去找個地方吃點東西 你們有沒有覺得這些畫質有變得比較好一點 因為我換了一台新的相機來錄視片 看現在效果怎麼樣,不知道你們什麼新款 我覺得它不錯 對焦也還蠻快的吧 對焦也還蠻快的 對焦也還蠻快的 現在最乾淨 HELLO 各位我們現在來到了Coco Park 然後現在是早上九點半時間 現在商場沒有人剛開門所以人比較少 來到了阿拉比卡店門口 給你們看一下他們的店 我到你去吧 我們來這邊比較推薦的口味 就是西班牙拿鐵 這他們比較獨特的一塊 奶咖啡可以說是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最好上午來這邊 因為蠻多人過來這邊打卡的 可以看到這個環境 其實越來越多人 雖然它的座位都是沿著樓梯的 不想講話不會有影響 但是人多了的話 咖啡做起來是比較慢的 阿拉比卡裡面太多人了 我就不給他們添麻煩 然後我買了豆子 回去之後再跟你們分享一下 豆子的味道 嘿大家歡迎回來ROCK頻道 之前本來想在咖啡店跟你們說明一下 這一次行程還有咖啡的 一些具體的細節 咖啡店裡面他們的機器的 工作坦實在是有點大 三好 正好 然後很多內容沒有辦法說得很清楚 這是回到家來 一邊喝咖啡一邊跟你們說 再去聊一下我買的這一個豆子 這款豆子是孔加裝原 撒爾比亞的原生種 他們的出離法就是賽 那麼它200g的價格是140元 它的包裝是雙重包裝 跟我之前在香港買的版本不一樣 如果你之前在香港买豆子的话 是只有外面的一个纸包装 没有带任何气阀 然后它的标签会贴在后面 现在它里面还多了一个 有气阀的袋子 然后标签是在侧面的 如果你之前有在 FC那间店买过咖啡豆的话 你知道它们是可以提供现场烘焙的 就是你下单 然后等半个小时之后过来取 你下单的时候是可以选择 你要的烘焙程度 是清烘中烘或者是深烘 在这边的话 它们只有现场的两款豆子 一个就是它们的综合豆 还有一个就是我这次买的 埃塞尔比亚日晒孔家 然后它的烘焙度是总红 这碗豆子有比较浓郁的果味和花香 酸度适中 并且我觉得低温的口感 比高温的要更加的好入口 所以我个人还是推荐 拿来做冰的手冲或者是冷脆 聊一下阿拉比卡这个品牌吧 阿拉比卡的创始人叫做东海林克范 它是咖啡爱好者 同时也是一个拉花爱好者 所以你可以在阿拉比卡店 点一杯可以是这种奶咖呢 它们的拉花都会做得很漂亮 这也是它们创始人的一个小小的执念吧 最早我结束阿拉比卡应该是在 115 16年的时候 那时候去香港和在天心码头 后来它们在 开了有卖豆子的店 之前在香港如果你有去买过咖啡的话 它们会给你这种印花卡 一杯咖啡有一个印章 一包豆子有两个印章 我挤满了一张卡 但是来到神圳这边 我问店长他说国内的门店 现在没有提供印花卡这种收集的服务了 过你如果之前还有印花卡存的的话 你可以拿个小票跟它们去兑换 接下来它们还在广州、南京、杭州、武汉等等一线城市 开设不同的门店 说到这里可能会有人奇怪了 为什么明明旁边就有星巴克 它们还要在这里开店呢 其实我觉得这跟它们的理念有很大的关系 在我看来星巴克是咖啡文化的传播与推广 它们提供的并不是咖啡本身 而是咖啡的文化和一个环境 但是阿拉比卡不同 它们更多做的是把咖啡融入你的生活 在良好的设计环境和生活氛围 给你提供一个更加舒适、更加专业 更加社区化、生活化的一间咖啡店 如果你们有时间去的话 我最推荐阿拉比卡的饮品还是西班牙拿铁 如果在冬天的话你可以喝一杯热的 这一次去的话可能请我喝了一杯冷的哇 刷新了我对西班牙拿铁的认知 我觉得真的非常好喝 它不会说十分的甜 它保留了咖啡浓郁和香醇的特点 同时还有微甜的奶味 让整杯饮品的口感都非常好 并且不会腻 我觉得这个在夏天哪怕喝两杯是没有问题的 阿拉比卡它们的logo 是有一个%的标志 这个标志据它们的官方说法 类似于咖啡樱桃果实的形状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样我会放在这边 它们借用这个标志 表示成熟的咖啡果实 同时也表示着它们的专业 也有一种艺术与咖啡结合的感觉 说回ColoPod这间新店吧 它们的设计还是比较除类拔萃 比较新颖 它在一个旋转楼梯的基础上 把咖啡的吧台做在店铺的中心 然后所有的座位都是沿着楼梯 缓慢上升 在楼梯的两侧 如果你俯视看呢 会有一点像一个鹦鹉螺的形状 它这样设计的好处就是 每一个座位都可以在享受咖啡的同时 不会被其他人打扰 并且你可以360度全方位的享受所有的景观 但是我要说一句 它们的凳子是固定在楼梯上的 不能前后移动 凳子的面积不是很大 同时这间店也一如既往的 有它们周边的一些商品卖 比如说它们的咖啡杯 咖啡储藏罐 然后它们的托特包 雨伞 还有鞋子 对 这里要强调一句 在香港不同的是 它们并没有提供像这种一小罐的糖浆 也就是说如果你点一杯冷的饮料的话 如果你想后期加糖 你只能加白砂糖 它并没有那么好融化 所以如果你需要比较多的糖分 你最好提前在下单的时候 就跟它们说清楚 如果你有去万象城的店的话 它们还会在它们的柜台 有一个咖啡豆的展示 在不同的产地 有不同的咖啡豆的原生种 烘焙之前的豆的形状 都可以紧紧出处看得到 方便你去了解咖啡的文化 其他的来源 如果你并不是一个咖啡爱好者的话 也不影响你去阿拉维卡 因为它们除了咖啡之外 还有其他的一些软饮 像是柠檬树打之类的 而且深圳玩那间店的周边商品 会比Coco Park稍微多一些 那么总的来说 这就是这一期视频的内容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 对你有帮助的话 希望你按赞 一些分享给你身边的人看 那我是Rock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今天是认真的超级无敌热的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